如果說查過之後 如果你在查一樣的東西的話 那最簡單就是把它砍掉 再變新的 那有好處是因為資料有更新 更新查詢出來 結果一定會有不一樣 會變動的嘛 ok 所以的話呢 如果這地方我按 這個已經有龍對不對 那如果我今天查詢 那預設原來如果說 原來的 這個聚集錄下來 會產生一個問題 原來已經有了 就會衝突 所以 那這個地方我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我把它刪掉 重新再新增 那怎麼刪掉 我先去check一下 如果有存在這個名稱的話 這個名稱相同的話 就幫我把它刪掉 那刪掉這邊跳出一個 要不要刪除 刪除 那就跑完了 ok 那這邊龍的部分 就會重新再新增資料 那當然如果你不要跳出那個 有沒有 align 那個 那個align 那個訊號的話 那我講過了 那怎麼去撰寫這個程式 基本上呢 我們來看一下完成的畫面 這個我剛剛寫的 其實非常簡單 for i 等於1到多少 should.com should.com 傳回來就是告訴我現在工作表有幾個 反正每個都去比對就對了 然後有for有nest對不對 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個我們已經寫了n遍了 那這個這個for回圈 那你會發現一個回圈就可以搞定一切了 ok那再來的話呢 一負 然後名稱should.com 就是說我要比對一個一個比對 那我怎麼一個一個把它抓過來呢 其實就是should.com 後面 括弧裡面我放一個i i的話是數字 因為我們should的括弧後面是第幾個 第幾個工作表的意思 那因為i是從1開始 所以1.name就是 他會抓出來什麼 就是成語查詢系統 跟這個x1不一樣 相不相等 不相等就跳開 nest 2 第一個過了嘛 第二個又有兩個嘛 龍 然後should的第二個的名稱是什麼 龍的 龍拿過來跟這個x龍 兩個相同對不對 然後就會跳到這裡來 就是會把它delete掉 那這個理由